可爱的花枝咪咪 来到立法院不停猫猫叫 因为他们生病时也需要书鞋 不过毛小孩的血型很复杂 常常发生血液无法配对 业者呢他是直接的圈养血犬 做商业的买卖 那另外的这个部分呢 又会受到动物福祉的一个顾虑 那也会有民众会认为说 是不是有这个牟利啦 这种社会观感不佳这样的一个 我们先制定这个相关的法规 为非应地的宠物血库 建立还有运作呢 提供明确的规范还有合法的依据 那第二个呢 我们会希望积极鼓励 我们的宠物主人参与捐血 并给予必要的福利措施 第三呢 我们希望结合受益院 还有宠物店等管道 根据统计毛小孩书鞋 250cc就要一到两万 甚至有人养鞋犬血猫来赚钱 根本不能过好品质 因为李昆成林黛化 还有江启成等 要求建立非盈利的 犬猫血库平台 请你们一个月内 就这样一个全国性的 非盈利的这个血库平台 做出整个的规划案 以及它的预算 以及执行的时程 公出血的动作原则还是要 规规到所谓的受益治法 对于动物有没有做福利的一个 的一个考量 动保法 所以反正都有 所以我们是非常支持的 来自立委齐声请命 要求农业部一个月内 做出规划预算 保障毛小孩的健康 明星晚安 中午导 MOD自选频道餐 请记得订阅并锁定 民事新闻台